若是不能,就趁敵人还原的时候,派侍者去求和,识的条款。 这里耶稣说,我问你概流,你当然要计算一下,够不够钱起, 完不完工。你去打仗,你要计算一下,你够不够人打。 可能你听见,看完这两个比喻的时候,你就觉得, 你有个印象,可能觉得耶稣是不是要这两个比喻放弃这么多东西, 其实就是叫人类放弃,不要跟随它呢? 那当然就不是。 我讲个故事给你听。 我记得我每月都会和我在香港来教会的几个弟兄姊妹去查经。 我们有聚会,有查经,有分享。 有一次就讲到父母,有个姊妹就这样跟我们讲。 她说在未结婚前,有一次在打尖抽, 她的丈夫就跟她说,她说我结婚了,你不要打牌。 那姐妹说,她说我都不打牌,她说我都不知道她说什么。 原来,这个兄弟的妈妈就很喜欢打牌, 经常叫那些女友回家打牌, 她就很吵,她觉得很烦。 所以她就告诉那个女朋友,她结婚之后, 你就不要打牌。 我想问大家,其实那个弟兄这样告诉那个女朋友, 她是想那个女朋友不要嫁给她, 还是嫁给她呢? 其实她想,如果那个女朋友是打牌的, 你结婚了,你就不要打牌。 就不是叫那个女朋友你不要嫁给我, 你继续打牌。 希望大家明白这个意思, 其实这个就是主耶稣的目的。 主耶稣不是叫人计算过后, 不化算了,消耗太大,放弃了。 耶稣不是叫我们作祂门徒去打退堂鼓, 而是叫我们事先计算清楚, 以致不会叛徒而废,失诛交臂。 相对来说,我们很懂计算。 大家坐下计算。 大家可不可以计算另一方面的事情? 你计算一下,自己到底能不能够承担 拒绝了耶稣的要求, 不跟随祂作祂门徒的损失呢? 你损失,是否损失起呢? 有限的和短暂的付出和牺牲, 换来的是永恆的救恩和福乐。 或者是拥有有限并短暂的人世间的事与物, 但你又丧失了永远的福分。 所以第二,耶稣就向门徒说, 向门徒必须活出这三本面, 放弃作主的生活。 当耶稣说完这三个要求的时候, 他就说了。 这个机器就像门徒一样, 不要听耶稣说。 麻烦你给我按一下, 麻烦你给我按一下, 好,麻烦你。 好了, 路吉方十四章三十四指。 他说, 是咸的, 炎弱失了味, 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 或用在田里, 或堆在分里, 都不合适, 只好丢在外面, 有意可停的, 就应当停。 耶稣说的比喻很简单, 炎弱咸的, 如果不咸, 你就掉了它, 因为没用, 对吧? 相对来说, 应用在门徒身上是什么? 意思就是你要跟随耶稣的时候, 你就要为耶稣去放弃自主, 去让耶稣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 如果不是, 这个门徒是没用的, 是会被耶稣放弃, 是被耶稣丢弃在外面。 我想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 是的, 一个宣教士的故事, 他的题目叫第四个儿子。 巴黎宣教士, 他是牧师, 他带着他的太太, 和三个儿女, 三个儿子, 一个小孩子, 就去到非洲江阁里面去宣教。 他竟然染了热病, 死了, 留下寡妇和三个小孩子。 巴黎宣母就很坚强地向上帝祷告和许愿, 他说上帝啊, 你的美意本事如此, 你是生命的主, 赏赐的是你, 收取的都是你。 他说上帝啊, 现在我愿意将我三个儿子, 这个男孩子奉献给你。 他说等他们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 他们再回到这里, 继续去父亲宣教的工作。 于是他带着三个儿子, 就回到加拿大生活。 几年后, 大儿子雅各就神学毕业了。 于是当上宣教士, 就自愿去到爸爸宣教的地方, 江阁去做宣教士。 两年后, 他染了和爸爸一样的疾病, 疾业病, 死了。 当日妈妈接到死讯的时候, 他就哀伤地向神祈祷。 他说, 而你们所赐的产业, 赏赐的是你, 收取的是你。 不久, 老耳保罗又毕业, 又当宣教士。 他自愿去江阁。 警察会不打算他派他一个, 派他一个比较安全, 但是他坚决要去到父亲和大哥 去宣教的江阁去宣教。 警察会不得已, 于是派了他。 可惜不够两个礼拜, 他就被罵死了。 死讯又传到加拿大那里。 他仍然吐出, 而是你所赐的产业。 他在你的手里, 今日, 你将他折回去。 我感谢你。 过了两年, 彼得又神诺毕业。 他作宣教士, 今次派他去欧洲宣教。 但是, 包能师母就反对, 他坚持, 警察会要派他回到父亲, 去两个哥哥宣教的地方, 江阁。 彼得在那里宣教, 但是有果效。 经过三年平常的日子, 不幸的事件又发生。 有一天, 那些村民就骇斗, 他去做和事佬, 谁知道被一枝箭射伤了, 死了。 当死岁来到加拿大, 没有人敢, 去将死信告诉师母。 最后, 他教会的牧师, 就去到师母家里, 告诉他。 他的三儿子也殉道了。 这次, 他哭, 他哭得很厉害, 很伤心。 他牧师尽力安慰他, 就问他, 他说, 你心里是否很后悔, 将这三个儿子送去非洲。 这个师母很安静地回答。 他说, 我不后悔, 送他去非洲。 他说, 我只是难过而已。 这个牧师怎样答他? 当然, 这是一个很难过的事。 但是, 他慢慢抬头望着这个牧师, 他跟他说, 他说, 我难过的, 不是难过我死了三个儿子。 他说, 我难过的, 我是没有第四个儿子。 他说, 如果我有第四个儿子, 我都可以奉献给神, 派他去光果, 去宣教。 因为牧师被他说, 心心感动, 他一回到教会, 就向他教堂的大宗, 紧急召集村民。 于牧师就将这件事, 向那些村民, 那些教友去分享。 牧师就向年青人发出宣教, 发出一个挑战。 他是有哪一个, 愿意成为他第四个儿子, 去非洲宣教的。 当时有二十几个年青人回应, 愿意成为第四个儿子。 以后, 他就成为一个宣教队, 去非洲宣教。 顶姐妹, 你说他爱不爱他三个儿子呢? 他当然爱, 但他更爱的就是主耶稣。 你说他有没有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呢? 他自己的十字架是什么? 作孙教士的太太。 作三个孙教士的儿子的妈妈。 他必大一切所有的。 他亲人, 他完整的家, 他跟随着, 以至现在是要孤独。 他觉得成为主的门徒, 犧牲了三个儿子, 仍然是值得的。 如果有第四个儿子, 他都会继续奉献给神, 去作宣教士, 去非洲宣教。 我们又怎样呢? 我们又为神犧牲了什么? 放弃了什么呢? 麻烦你下面那幅画, 是这里, 好, 停在这里先。 我想给大家看一幅名画, 这幅名画, 作者叫做Dominico Fitter。 不知道大家看得清楚吗? 因为我在网上, 最高的那幅。 这幅是什么画像? 大家认不明白吗? 这幅是耶稣的画像。 大家看不看到耶稣的画像头上, 是戴着什么? 戴着一个冠面, 一个荆棘的冠面。 其实你看见耶稣的手, 是绑着一些绳子。 这幅画的名字叫做, 李门看这个人。 其实, 它是来自圣经的, 我读给大家听。 就用了十九章第五节。 耶稣出来, 带着荆棘的冠面, 穿着纸袍, 彼拉多对他们说, 你们看这个人。 彼拉多就是将耶稣带着荆棘的冠面, 出来, 对犹太人说, 他是否是你们看这个人。 这幅画, 曾经在德国的Dokstorff去展出的时候, 他就令到在教会历史里面, 一个非常出名的人, 是十八世纪的, 一个的伯爵, 一个宗教, 一个社会的改革家。 如果大家有读教会历史, 叫做莫拉维帝兄妹的主教, 亲神多夫去看见这幅画, 他就决意献身服侍主, 不再为这个撒黑心政府去工作。 其实这幅画下面, 最后那里有两行字的。 他的中文意思, 麻烦下一张。 是的, 他中文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他就说, 我曾为你舍弃生命, 你又为我舍弃了什么? 当主耶稣为我们被罗马秦府比拉多受审, 羞辱, 担十字架的时候, 他就是为我们的罪牺牲, 成为赎罪制, 献给神。 我们作为他用他的血买赎的人, 我们号称是基督徒, 跟随耶稣的脚踪, 是他的门徒。 我们又为耶稣做了什么呢? 主耶稣现在, 其实就是用这句话, 对我们每一个人说, 可能对你, 也是对我说。 他说, 我曾为你舍弃生命, 你又为我舍弃了什么呢? 今天所讲的要求, 你要放弃自我, 让耶稣基督在我们所有的事上, 居首为, 包括人際关系上, 全人上, 和一臭一样的事上, 我们愿不愿意呢? 你今天, 耶稣给你现在的十字架是什么呢? 你有没有说这个十字架, 和我想的都不同呢? 或者这个十字架, 现在我, 不是适合时间, 配合不了我的agenda? 还是说这个十字架太难了, 我要放弃太多东西? 当我们回去思想一句话, 耶稣对我们说, 我曾为你舍弃生命, 你又为我舍弃了什么呢? 希望大家这个礼拜多多思想一句话, 我们低头祈祷好吗? 慈悲天父感谢你, 藉着今天的经文, 你教导我们, 作你门徒, 要犧牲, 要放弃些什么? 当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我们所放弃的, 这个这么贵重的救恩, 被我们, 神也要求我们放弃的, 其实是很轻盛, 愿天父慈福, 愿你带领, 你让我们能够有信心, 能够决心, 一生跟随主, 成为主你的门徒, 跟随主你的脚中,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祈祷奉耶稣的命而求, 阿姆,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